Hello 大家好 我是Latalie 我今天就分享一下我最近用到一些好的餐包 介紹給大家 放心沒有廣告的成份 首先我要介紹這個就是韓國的牌子 The Sims的綠茶味卸妝水 它是有一股淡淡的綠茶味 只要你不是一些防水 閃粉很重的卸妝 它的妝容也可以射得很乾淨 但是它就有一點淡淡的綠茶味 如果介意有這些香味的話 那就不要選擇它了 而且它是一個挺清新的卸妝水 如果介意的話可以試這個卸妝水 這個很多人都介紹過的卸妝水 它就是沒有酒精、沒有香味、沒有油分的卸妝水 簡單的妝容它都可以寫得很乾淨的 跟這個比較 介意香味的人可能會喜歡這個 會比較多的 我覺得其實兩個都是寫得很乾淨的 除了這個牌子大家也可以試試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便宜一點的 我再補充一些資料給大家 另外一個卸妝的產品就是油 就是Body Shop的羊金谷卸妝油 它就很標榜說是敏感皮膚 也有用 也可以用到的 但我自己就不是敏感性皮膚 我不清楚 只不過我覺得它是一個 挺清新的香味的油 少少香味 羊金谷的香味 但它是一個薄的油 但是呢 它有些很重的閃粉 它就未必可以寫得很乾淨 可能要額外再用一些眼唇卸妝液 清潔會比較好一點 乾淨一點 但是呢 它就是不屬於很厚身 很黏的那種卸妝油 是很薄的 它是一個Low Animal Test 它是扭開的 是很薄的油 是這樣的 很薄 不是一些防水的舞台妝 其實都清潔得乾淨 它是很薄的 有一陣 很香的羊金谷味 它 那些油 全部都是一些天然植物 來提取的卸妝油 其實我都已經用了一大半 眼部產品 就是Clinic的眼睛 它是沒有任何去黑眼圈的成分 這件事是沒有改善的 這個其實是朋友送給我的 那它這個眼睛 我用到一大半左右 它就是形膠感的質地 它有一點點水 保濕 但又未去到很潤的 但它就真的不可以說是去到任何的黑眼圈 純粹是少少的乾紋都還可以的 這樣 但它的質地就是 Gel撞得來 不算特別黏 這樣 它是挺薄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很薄很水的 但它那種保濕就不是很水潤 是 這個就是我之前買的 面霜 它就說是有藥用的美白成分 但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 豆乳藥用的美白 它的美白 的顯著程度 就沒有維他命C那些 那麼有明顯的改善 這樣 它只不過純粹是 有一陣很香的豆腐味 我自己覺得 有一點點 但其實它自己說是 沒有香料 沒有色素 沒有 沒有礦物油 那類 它是 開出來 這樣的 白色 啫喱狀 它的質地是 這樣 我給大家看 它的質地是這樣的 很水 保濕力不算很重 因為它沒有什麼 很有效的透明質酸 那些成分 它只不過是普通型 我覺得混合性的皮膚 不算很乾的話 我也覺得可以接受 但它不算有一點點 不算很快吸收 也不算是乾爽 那類的 價錢是 很便宜的 我要介紹的 這個就是 一個法國的牌子 的 眼霜 它是一個 這個牌子 其實很少廣告的 很少廣告的 基本上是 沒什麼 它的頭是這樣的 顏色 它是有一點滋潤的 它的質地是滋潤的 厚一點 厚一點 我自己覺得 它是 可以輕微減淡 一點點的 黑眼圈 黑眼圈不是嚴重的 其實也可以試試 它是這樣 滋滋滋滋滋 是白色的 它是沒有什麼味 它全部用的成分 都是一個天然的成分 那我會再補一些資料給大家看 那我自己覺得 它不算是 潤得很黏的 那些的 它也挺清爽的 而且薄身 不算太 效率的質地 就是可能現在夏天 香港的夏天 你開冷氣 晚上用 我都覺得是可以接受到的 就是這樣 但是 我用了很久 很好的洗臉 那這個呢 就是日本的品牌 其實我已經用了一半 我有回購度 那它就有兩個款 一個就是我手上這個 兩把型 一個就是 清爽型 那樣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它就是 如果夏天 用混合性皮膚的人 我覺得用它 是可以去除多餘的油脂 就是這樣 但是它就有 不會說很乾 就是擠出來的臉 這樣 我自己 它是另外有一個款 它是洗臉膏的 擠出來不是這樣的 是洗臉膏 那你就可能要麻煩一點 要自己起泡 這個就是擠出來 就是這樣 霧子的 你不用自己起泡 它洗完臉之後 它的感覺不是說 好像吸了你很多油 令到你的皮膚很黏的感覺 它是會 洗完之後 有一種很清新 很清新 得來不會黏的感覺 我覺得混合性的皮膚 可以試一下 不是很貴 一百元以下左右 那我今天介紹的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 我會再拍多些不同類型的影片 好